红凯股东会 大家都盯着看 在之前召开 但是你有听到核心重点吗 提出了两大目标 是心情上来 一个呢 红凯说不再走代工老路了 现在毛利率是5.8% 日后的毛利率都会超过了10 第二个则是提出了3加3 不是6呢 加起来是要让他的未来无限大 到底指的是什么产业 未来的期待来教大家 其实这个他的股东会 就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不再走代工的老路 这个很好理解 我今天稍微查了一下 所谓之前跟鸿海齐鸣的电子五哥 他们的毛利率 最高的是广达 也不过是6.3% 那最低的人保 大概只有3.2% 大家去想 这个只要台币升值一下 是不是全部吃光光 2016到现在我们台币升值20% 那你这样能赚钱吗 很困难 所以鸿海他很清楚 说我不能再去走这个路了 我必须把我的毛利率 从5.8%提到10% 那目前第一个阶段 是先提升到7% 那提升7% 其实就是要数位化 那另外就是这个零组券 你要垂直 供应链 你要垂直整合 意思就是说 全部的东西都我全部一起做 我不要说 现在我要一个马达 然后要去跟别人买 电池又跟别人买 这都被别人赚走 因为上中下油都整合在一块 你就有办法成本降低cost down 对没有错 那要怎么 那7%再来要到10% 那10%你要怎么做呢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就是所谓的3加3 那什么是3加3 其实是三个大的产业 然后应用三个大的新技术 然后来达到这个效果 那是哪三大产业呢 就是第一个是电动车 那电动车就是 还不是说纯粹电动车 因为如果你是纯粹电动车 而且如果你又是帮别人 组装电动车 那抱歉 那只有5%的毛利率 可是你只要生产 电动车里面的零组件 甚至你是整车做销售的话 大概就可以拉升到20%左右 譬如说像电动车成本 占五成以上的电池 如果鴻凯集团 MH有做电池就算了 对没有错 所以这个电池部分 像他们的龙碳 他的这个就有20% 这些不要轻20% 20%的毛利率 那第二个是产业是数位健康 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这个穿戴装置 然后去监控你的脉搏心跳这些的 那这个部分 我们最近有一张股票叫光磊 2340光磊 我去查他的毛利率有34%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毛利都很高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机器人 你在工业4.0 或者说这个这个无人工厂 你用机器人的话 是不是人力成本降低很多 那这个国内的像这个中光电 是做机器人相关 我查他毛利率16% 到这里先看这三个 20% 34% 16% 是不是全部超过10% 没错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有机会 所以那也证明了 活改集团日后要迈进的产业 对 没有高毛利率 他不做了 是没有 就是这样 那再来 这当然要应用一些技术 比如说AI人工智慧 你这当然可以用在电动车 这个数位健康机器人 都可以应用 那这个人工智慧 会在晶片部分 像这个威盛或华晶科 他们的毛利率都有30%以上 那再来看这个半导体 那当然是说 你最好是相关的晶片 都自己来研发跟制造 那他旗下的普通 这个毛利率也有34% 那这个比较困难的是 这个新世代的通讯技术 就是说5G 你把它应用到车联网去的话 那这个部分 他的底下的台阳 毛利率最低也有10% 所以你看这里20% 34% 16% 那这边30% 34% 10% 是不是通通超过 起码超过10% 毛利率全部超过10% 毛利率什么概念 上次教大家了 我这支棒子做出来 卖你100块 我要买其他的零件 成本是30块 扣掉了我这成本的支出 这叫做毛利率 这意味着呢 我成本买的便宜啦 我人工请的少啦 水电瓦斯这些费用都很低 水电瓦斯是营业 营益率啦 总之呢 看得出来 他超高毛利率超过10% 你刚念那些的公司 都是红海集团旗下喔 不一定是红海集团 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 他旗下还没有切入 但是一旦切入的话 这个毛利率我想是差不多的 重点一这些的产业高毛利率 重点二有些他旗下的公司 毛利率都超过了10%以上 因此呢 三加三果然无限大 相关概念股 对那相关概念股 其实这就几乎全部是他的子公司 或者关系企业 像这个广宇 他是本身做车用版 然后这个他还跟熔炭 熔炭是这个新闻有报 他的副极材料 电池副极材料 因为电池副极材料很重要 他只有他两万多张 那另外他还做车用的限速 等于说三个东西都被他吃了 那这个的话 未来就是说广宇 应该就受惠会蛮大的 那第二个是看溯和 溯和是前一阵子 红海才跟他合作 那前天报纸有出来说 他们开发一个新的这个电池 已经有重大的这个技术性的突破 所以这个塑和稍微留意一下 那熔炭是一直是由这个广宇跟塑和 都有入骨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细材料 跟石墨烯的腹极材料 对电池的容量帮助 这个增加很大 那再来最后是永光 那永光大家以为他生计 其实不是 永光之前的孙公 公司叫台康生 台康生后来被这个郭董投资了 但大家不知道 其实他有做半导体的光组计 那另外他也有这个石墨相关的应用的技术跟专利 他的专利数甚至比塑和还多 所以这几家是比较有机会的 讲到的电池 我把数字背给大家 一辆车 光这个电池占到的成本50% 电池的50%成本当中40%是正极材料 一成是负极材料了 这有个概念之后来广宇开始看K 这个广宇 广宇的话 他的是这样 这边有个平台区他突破 那突破以后又回撤 那你看他其实是一个这样子的骑行整理 所以如果说回撤 这边军宣又纠结 不跌破的话 后续应该往上走 几率是蛮大的 那溯和的话 其实这个一样 他是这个军线 也是在这边有有一点点纠结 而且景线也过了 景线已经过了 所以他虽然说过高拉回 但是如果景线有手的话 我想应该还是会继续往上走 好 两百盯着看 熔炭呢 对 那熔炭的话 他是上这个新贵的 所以投资朋友在操作上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一样他也是昨天创高 今天又创高 那拉回 那拉回的话 其实在这边 过去的高点这边 如果不跌破的话 应该还是有机会再创高 新贵是没有长得不限制 对 所以投资朋友操作要很注意 好 来最后一档 那最后涌光的话 他是比较还在上升轨道之中 所以就是说来回在这个区间之间 来回操作应该就可以了 至少他是上升轨道趋势 因为大阪现在是修正压力变大了 世新 谢谢您 还真的做得到呢 洪海集团股东会说 以后不再做那么辛苦了 代工都是毛三道四的 毛利率以后做的每一个产业都要超过了10% 有可能有机会吗 刚世新说的好 他都举例了 像这些产业有些指标性的公司 毛利率20% 30% 而且很多是洪海集团旗下的公司 毛利率早就已经超过10%以上了 就是这三大产业利用三大技术 让日后他们的发展无限大 相关概念国多盯着这个 未来业绩期待哦 讲的是在未来电动车啦 电池啦 还有包括电池的附级啦 细材料这一线 总之呢 这就是洪海未来的企图心 以上的结论是新正确了哦 正确 感谢您 接下来明珠请上来 明天我们的关盘怎样叫做正确呢 来请说 对那这一天跌的是港股跟陆股 重挫之后影响全球的程度 这可以观察一下 那美国可能可以救世界两件事 礼拜四的FOMC会后政策 如果更偏割的话 大盘还是有机会的 那外资现货的卖超是否能够收敛 贵买指数是否持续强于加卷 这是看内资这个动力 指标股可以看一下联电 法说会 然后合金跟预创这三档标的 真的像你说的 观众朋友盯一下今晚的美国股市 今晚美国股市呢 就算在平盘上下来回 但没有像港股 陆股大跌超过了5% 在刚领中说 希望美国顶在历史高档 可以救世界 救亚国 只是今晚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消息 让它的攻击力道 有没有办法突围呢 锁定待过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欢迎订阅 我们下回 我们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